政府将会检视公务员的招聘测试 和首帐级官员的晋升机制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期望 日后的公务员都是能者居置 政府为了确保申请的公务员 对基本法和港区国安法有基本认识 预计明年年中开始将港区国安法合拼基本法测试 考核有意投考公务员的人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预料 投考人数可能会减少 但最重要是找对人 加入政府服务市民服务香港贡献国家 对于我们最基本的国家的一部分 行一国两制的方针和维护国家安全 最重要的成分一定要有一个认识和接纳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 所以你说因为我不喜欢这些 而去不考 我觉得我最重要是找对人 但我也会预期 可能报考人数会减少 至于施政报告提出更新公务员高层职位选拨 拼任机制 包括公开招聘公务员架构以外的人 聂德权认为大部分的首长级职位 都会由内部选拨 而选拨范围可以扩大去到其他政府部门 以确保能者居知 整个公务员队伍里面总会有 一些是比较突出的 有一些是可能不是那么满意的 公务员的培训 或者首长级官员的选拨过程当中 我们未来又更加是要去确保 那个机制上是更加能够可以让到这个队伍 是更加积极主动 他又说部分的职位 例如是公务员学院院长 体育专员等可以公开招聘人才担任 无线电视机者黄善和不道